緊急的規劃 緊急的規劃 這是剛構的民粹道 這邊長度大概有74公尺 可是這邊的中央民粹道已經押回了17米 就已經押回了17米 剛構壓回了17米 然後混凝土押回了8米 intersection 關頭部長這邊做一個補充說明 那剛剛有提到這個混凝土民隧道 17公尺的部分全部損壞了 原因就是上邊坡從30公尺高以上 就是這個大岩塊 下來了上百噸的那個大岩塊 那就把整個混凝土民隧道已經壓回了 現在還有看到一點點是混凝土民隧道的側壁 這個我們在後續的搶災都會把它全部做清理 清理完以後邊坡現在是裸坡狀況 所以我們要進行那個比較弱面的掛網 跟那個淚鳳噴漿的部分 整個加固完成以後 我們春節在這個路段的一個行駛上 就可以得到更安全的一個行駛狀況 這個當作本身有安全威力嗎 這個不會 目前因為昨天我們已經請那個台灣市溪 那公共是這邊有來做協助 那今天也會再進一步來做後續 包括那個短中期的一個改善的一個建議 那從這邊可以看得到 大概只被壓回這一根 這一根兩的部分 以它的下一根這來講 它的完整性就很OK 也就是說它的一個落實的防護的功能都還在 但是它還有一個疑慮就是 它有一點下級的原因就是 這邊上去的土石在高度有5公尺 很重的一個 對 所以上面這個 我們今天這個挖土機 我們等一下稍後它就會進行 上面的這個清理以後 降載以後 這整個民宿隧道都會恢復到原來的防護功能 超級完整的 非常重的 可愛的 這邊說道 那麼快 可以 在這邊 publish 索ט 咸 大 大 大